近日,肖战还在拍摄电影《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 却又一个新刮传来,这次网传肖战搭档杨幂 领衔出演一部古装励志剧 这部古装励志电视剧《星在山园》也已经正式宣布开始筹备 而网传该剧《江由肖战》、杨幂、奥阳娜娜领衔主演 而江沛瑶、高泰宇、张涛、黄凯斌、周放等众多实力派演员也将加盟该剧 《星在山园》选材自清代女诗人陈登深的场片谈词《在山园》 讲述一代才女梦于精米饭男装高中状元的故事 剧中的主人公虽然经历了官场上的风风雨雨 跌宕起伏,但凭借个人的奋斗最终获得了成功 而肖战、杨幂、奥阳娜娜作为领衔主演 无疑给这部剧增添了巨大的看点和期待 肖战在近年来凭借出色的演技和颇具魅力的形象 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 一部玉谷摇虽然未多 但网上预约人数已经达到500万人次 这也说明肖战的人气之高 随着电视剧闷中的那片海盯荡 《娇阳伴我》也将于2023年播出 肖战的热度也将居高不下 从新再深沿的剧情来看 这应该是一部女性励志剧 如果肖战参演该剧 又会在剧中饰演什么角色呢 而杨幂作为实力派演员更是屡获殊荣 在《八五后大花》当中 杨幂的演技和颜值一直都非常在线 其代表作品《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美人心记》《小时代》等都获得不菲的口碑 如果杨幂出演该剧 相信应该是出演女主梦丽金 那她和肖战饰演的角色是什么关系呢 欧阳娜娜则凭借她清新可人的形象 和出色的演技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这次网传其出演女性励志剧《新再生园》 相信会有精彩的演绎 此外剧组还邀请到江沛瑶 高泰宇 张涛 黄凯斌 周芳 张子木等众多实力派演员家们 她们的加入无疑将为《新再生园》 带来更加出色的表演 据悉 《新再生园》将以清代背景为基础 展现出彩女梦丽金 通过女犯男装高中壮严的经历和奋斗历程 观众们可以期待剧中故事情节的扣人心钱 精彩分成的演绎